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既然我开口的时候 我知道我还没有开口 主就已经知道 我们所需用的父早已知道 那请问一件事情 既然主都已知道 为什么还要祷告 为什么还要祷告 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的里面 把这种异教的祷告 道德主义的祷告 功劳的或者是无数的祷告都去掉了 他知道这一位神掌管一切 他知道这一位神晓得 他见察他身知 并且他知道这一位神怀着恩典和怜悯 见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那我为什么还要祷告 祷告 按照他最高贵的 最根本的一个意义上讲 是被造者 或者一个被救赎者 与他的救主 或者与他的创造者之间的 内心深处的亲密的交流 这种交流本身就是目的和内容 我以前常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妈妈她讲了说 她在厨房里面 她的女儿可能四岁的一个女儿 就进到厨房里面叫妈妈 妈妈说干什么呀 过了一会儿 她又进来叫一声妈妈 妈妈说有什么事啊 没有 然后过了一会儿 这个小女孩又进来又叫妈妈 她一年叫了三次妈妈 妈妈最后说妈妈忙呢 到底有什么事啊 女儿说 没有事 我就是想叫你 哎呀 这个妈妈一听 温暖吧 心里感到爱吧 这种为什么她就是想叫妈妈呢 因为生命深处的孤独 因为每一个灵魂 生命深处的孤单 渴望我们与另一个生命的融合 等到这个小孩子呢 长大一点点 他就会发现 跟妈妈的关系呢 也不能够满足他生命最深处的孤单 于是他就会开始寻求什么 友谊 好 真正的友谊也是一样 不是为了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利益 甚至可能需要你为那个人 舍去自己的利益 对不对 只有这种 你知道吗 只有这种不是他对你有利 而是你愿意为他付出的友谊 才能真正满足你 才叫做友谊 每个人都渴望这样的友谊 他能够满足我们呢 生命深处的那一种 与另一个生命的交流与融合 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当中的少年人 当你们开始慢慢的长大 到某一个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快十岁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几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 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就不能够再是你生命当中最深处的一种 满足你 内心最深处的孤单的一种关系了 你开始寻求那友谊 同性之间的友谊 如果没有一位 你不是从他那里得到利益 而是你甚至要为他去付出 如果没有这样的友谊 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 不是他对你有利 不然你就根本没有朋友 所以年轻人渴望同性中的友谊 然后接着这个小女孩又长大一点了 她虽然有一些友谊 但是仍然不能够满足她内心最深处的孤单 于是她开始怎么样 渴望爱情和婚姻 什么时候一个小男孩 或者一个小女孩终于长大了呢 你说结了婚就长大了 不是的 很多人在婚姻当中都还像个小孩子 我是在2005年长大的 离我结婚已经快十年了 因为在那一年 我灵魂深处的孤单 就是我小时候 我的父母没有办法满足我的 我稍稍长大一点 我少年 我的朋友们也无法真正满足我的 我成年之后 我结婚之后 我的婚姻 我的妻子 也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的 那一个灵魂最深处的孤独 终于被满足了 因为那一年我悔甘 信主 受洗 我在那一年的六月份的一天 我终于第一次开口 向父祷告 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内心最深处 我们需要与另一个生命相连 可是你跟世上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命相连 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孤单 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进入密室 为什么说你要去祷告你暗中的父 为什么他说你的人群当中的祷告 如果没有你与神之间的那一种 个人的灵魂的深处的真实的信心的关系 那一切就是伪善 那一切不过是一种道德主义的祷告 是像哈姆罗特的叔叔 或者像孔子一样的对祷告的认识